1997年的时候 在台北市立美术馆 认识了林老师 那时候她教授油画班 所以很高兴 刚从国外回来 有这个机会认识林老师 那后来林老师呢 在巴德路成立了显宗画市 所以呢我们好多的同学 就到显宗画市 那有两年的时间 每个礼拜一礼拜四 我们都一起画画 包括了这个人体素描 还有包括了一些油画 浸物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当然这个画画的课程里面 感受到林老师 是一个非常亲切的老师 尤其还有她的师母 那对同学学生等等 那是一种很生活上面的一种影响 那么她也告诉我们 画画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经常到户外写生 譬如说很早就要到龙洞 那到了太阳出来 我们就画了 画完了 然后就到鱼港吃海鲜 所以是一个很棒的一种技艺 那也到九份 九份呢 林老师在九份待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在那边专心画画 所以刚才提到师母呢 她这么样的支持林老师 也让林老师 我常说 林老师最幸福的那双手 除了吃饭之外就是画画 所以我们也以她为标杆 希望将来我们也可以成为 这么幸福的艺术家 未经许 kidd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